《魏康》兩個字,虛偽,謊言,真的,沒有人聽,是假的先人,你這樣說嗎? 哪裏都有 《魏康》,包括你擁有的東西,包括你不擁有的東西,或者包括你拋棄的東西,其實都有魏康的存在 今天這麼長的 因為這個星期就做一些貼身的題目,因為我發覺有個期望,就是我們,你知道,魏康一向都是在說的東西 我不想重複賣廣告,不過賣廣告,有些神秘學,有些貼地,社會現象,要講ACG,要講電影 其實也挺會,很多 很廣泛 很廣泛,其實闊度是很闊的 我們只欠感情台還沒開 其實錄了幾集的展示,不過呢,都是一些,我們可能比較龜毛一點,學台灣人說 龜毛 就是比較吹捕求疵一點,味道最好就不展出你 那我就正在做的 OK OK,都是買一下廣告,如果大家覺得我們節目是好看的話 可以多分享給你的朋友,叫他們多加一些我們的群組,大家可以留言一點 還有,我不知道是不是神秘學的節目,即是神秘學的題目,就比較引人入勝一點 那,逢是那些雜數呢,在Youtube,或者Facebook,或者在華為Radio的台那裏 那些人留言的時候,那些東西… 有時候呢,不知道是不是Games,或者那些東西,其實有很多人想我們說 有很多觀眾都給很多意見,不如你講這隻,講那隻 對,又叫我們講Eaton潤儀,又叫我們講這個心法儀機電影,就是看我們怎樣罵 那又叫我們講東京… 我又不懂讀 是的 是的 還有呢,我終於又賣錢了一部,我的T-shirt差不多弄完了 對,到時候我們會穿的 對,是甚麼來的?不會是…我心蠍子王那些嗎? 我心咳咳 不要穿出來,拜託,不要穿出來 我穿我心咳咳,你穿我心咳咳,你穿我心咳之外 我心咳咳的,那個設計也做了,因為我想寫關於藝康的東西 OK,存在主意嘛 但我又想寫存在主意,還有甚麼自由意志的東西 我想這三個元素怎樣… 要是做AB款,要是做一款 即是,如果你有留言的可以給我們 大家如果有甚麼在設計上的提議都可以點一點我們 還有,我們Season…我當Season 3 你當我? Season 3是用檸檬茶來做的 已經做了一段時間,差不多半年了 是時候要踏入Season 4的階段 但那個藝康的大方向呢 我還未確認有幾個想法 是,我也聽了幾個 其中一個就是訪問,就是訪照 舊八十年代的香港東西 以前的檸檬茶,現在可以是其他東西 另外有一種就是想神秘學多一點少少的 是圓圓二的 圓圓二字 看看大家喜歡哪一個 你踴躍說一下吧 投票說一下你自己想 我們用甚麼image去見你們 還有,說回頭題 新年之後的幾集 大部分都是講電影或ACG Games那些 我發覺對少少喜歡神秘學的觀眾不住 其實我兩邊都兼行 也很辛苦 那怎樣呢? 今天要講回關於多一點貼身的東西 還有,今年的政局越來越穩定 之前有說過求生節目想我們做多一些 大家都開始害怕的 但今天要講的東西 其實有關New Age 有關神秘學就不知道 但我覺得一定是很貼的 貼,非常貼 就正如你那個錄音架 是貼著你的身體 最重要的那個棒 貼著非常貼 幸好大家應該看不到這個景象 看YouTube的朋友就有福了 站高一點看看你怎樣夾 不要啦 二字牽毛咪 好 還有關於求生事 是 專業求生 我可以講這個 是 那做這個 topic的時候 我就 我講一下為什麼我今天會做這個 topic 是 為什麼? 就是其實我 一向都對這些 其實我講的新時代 不是New Age的新時代 那我發覺去到找一個位 我之前也講過 我在英國去了一個 無政府主義的書展 裡面買了一本書 教你怎樣管一個社區 啊 還有之前有一套電影 我又 希望有機會可以講 我都沒有時間去做 就叫 中文也叫 堅利地公社 哦 有看 我上次都提過這件事 其實有一班人 在一些人沒有住的屋裡面 就住了 佔據了繼續的生活 那盡量是比較用 比較少 錢的這個交易 對 對 對 那到今集 今天就拿了一項題目 如果你沒有錢吃飯 或者你覺得這個經濟系統 是覺得不合理 太過欺責 太過壓債的時候 那你會怎麼做呢 你可以怎麼做呢 首先 撇除不說 偷騙拐騙 OK 這個 這個 很現實 如果不然 你可以偷東西 OK 但是 其實呢 在FREGAN裡面有一個字 是說得很對的 他們說 我們不會去評論這件事 是合不合法 我們只會想這件事是正不正確 這件事很重要的 近期在太子 有些大背都是說這件事 對 如果你純粹說合不合法的話 那很多人都非法 對 如果你真的要拿正來做 合法還是不合法呢 香港是沒有一個人 我可以說八成都一定是被刑事檢控 但是問題就是 你做這件事的時候 不是只想合不合法 是這件事是正不正確 就是這件事是應不應該這樣 是 OK 那 我扯遠了一點 回來先 我們再說回FREGAN 什麼叫FREGAN 什麼叫FREGAN 那些人說 你說FREGAN FREGAN 說什麼 我又不是說Morgan 又不是說Freeman 我又不是說Stanley Cubic 我只是說FREGAN 其實FREGAN是一個字 就是衍生自一個字叫FREGAN FREGAN FREGAN就是什麼 就是素食主義 Vegeta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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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一種就是 你專門吃素食的人 Vegetarian Vegetarian 素食者 那有一班人 就 這個不是說金情生活 有些人專門吃免費餐 OK OK 為什麼要這樣 有些人吃免費餐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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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說吃東西不給錢的人 FRE 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所以叫FREGAN FREGAN 但是中文呢 我覺得譯得很差 比較容易令人誤解的 這件事 雖然它的譯名是很直接 免費素食主義者 但其實真正的FREGAN 不要說真正 有一大部份的FREGAN 其實都是雜食的 都會吃肉 也不是說感情生活 我差點脫離了話題 其實這個FREGAN 其實不是販子那些素食的 都會吃肉的 因為其實我在說一點素食 就是慢慢進去 不要一次過這麼澎湃 這麼澎湃 就是 假裝一些清談節目 我們兩個設定的機器 都是要假裝清談節目 債談節目 其實有很多 你記得我們藝刊第一季 就說了一些關於 香港十大藝人 虛藝的藝人 對 我忘記了 因為我怕這樣說會得罪 但我現在略略說一說 就是 其實也有一些 偽素食者是很狠 我這樣說 我不怕得罪人 大家就罵到我頭上 好嗎 絕大部份 在這裡 我有戴頭盔 絕大部份 現在在香港 所謂的素食者 你不能夠說 他真的很素食 即使他真的 我滴肉不沾的也好 原因是哪裡 原因是其實 很多事情 第一 你已經搞不清楚 究竟在製造的過程 或者烹調的過程裡面 會不會涉及到 一些有動物成份的東西 第二 就是 在心態上 我講在心態上 這個純粹個人書法 如果你真的吃素的話 你無緣無故 為何要做些鮑魚 只是燒鵝 只是老味 對 我再追蹤你 那些點 我講他的心態 即是我覺得 有些是 食素 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 他自己想 或者可能有一部分 是他自己的心想 另一部分 是想別人仰望他食素 而大肆宣傳 就是 我經常有些 我覺得很奇怪 就是 你吃素就吃素 你可以 建議你身邊的朋友吃素 沒有問題的 這是自由社會 但是你不用 推廣自己去吃素 兩件事不同的 你介紹你朋友吃素 你不如有空試試吃 無論身體也好 或者對於 二氧化的排放 什麼都沒有問題的 那些完全正常 但是我不用天天 推廣出來 告訴你 那也算了 但你不覺得 是很奇怪的 例如說 某些快餐店 我已經叫他 不要走肉 只要素包 拍照 我心想 那你證明到什麼 除了你覺得 哇你很厲害 那些人就自己 還有 有些泰國 例如說 素皮鞋 因為 皮鞋是用皮製的 那他又要說 做一些素皮鞋 那就是假皮 其實 如果你說環保健康 會不會製造膠 或者其他問題 會更加多些不環保的東西 我想你不提這些 你不提 我提那個 其實跟你說那些解育 齋鮑魚 齋鞋 齋鞋 其實都是你 心態的問題 其實你買一雙Nike 你買一雙運動鞋 已經做到你想做的事 為什麼你要假裝 做一個素皮 這個也算了 我看不過眼的 我喜歡這樣說 他逼他的寵物吃素 你有沒有聽過 幸好沒有 幸好沒有 原來是出了一些 我發了火 你如果我知道是誰 原來是出了一些 素食的 動物資料 OK 給你的 肉食類的寵物 例如狗狗 貓貓 我不知道金魚 那些會不會 金魚 我覺得這些是很過分的 你已經扭曲了素食 你逼你的寵物吃素 等一下 我想說 你逼你的狗吃菜 OK 吃菜 就等於逼牛吃牛排 其實 當然香港是有的 你不可以給貓吃朱古力 因為貓吃朱古力會死 那隻狗 每個動物吃得太多的鹽份 是不好的 對 每個動物 就是 我覺得它是將 我可以使用素食霸權 就是用你這個片面 或者fragment 一個部分的 道德觀 放入全世界 全宇宙的物種 我反過來 那些老虎 那些肉食類的東西 吃X 吃菜心 不是怎樣 不是怎樣 我覺得這些就是 大家去想一想 你這樣說完 其實完全是違反了素食的核心思想 現在很喜歡說這件事 核心價值 素食的核心價值就是 將那件事 回歸回到最天然 最基本的那個status 你叫那隻雜食 或者肉食的動物去吃素 就是基本上是違反了它的天然 而且我也是不斷地 公開 如果反過來 你真的按素食的話 已經成為了 你可以只是快餐店吃薯條 為什麼你不拍照 就只吃薯條 要硬要人家的包酒肉 我覺得是有一個trend 就是逢是某個法餐店 做一些限量版的漢堡 例如東洋味 或者什麼顏色的味道 他就說 我特意要跟那個人說 你把那些肉去 但是那些醬照落 加了那些菜 我就吃得很開心 味道都不錯 我心想 那你for what呢 如果你真的這麼有恆心的話 你自己做一個burgo 我覺得反而是OK的 你自製食譜是OK的 還有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尤其是快 sorry 尤其是快餐店這個點 你叫牠走肉 不代表那塊肉沒有用 你吃素是因為不想這麼多動物犧牲 但是你叫牠走肉 牠只不過是夾走肉 舊肉不會變成動物 已經把素食這件事 變成了一個出名的渠道 還有我覺得有一種 雖然今天太陽畫了一點 不過你聽了一些這些 最重要的是這件事 有一種人 他素食 或者他對物種 有些很奇怪的道德觀 是什麼呢 除了對自己的人 的物種之外 都奇怪的 這些物種是不能吃的 這些物種是可以吃的 所以我就可以吃 我心想 那如果我是一隻牛 或者我是一隻豬的話 那我可不可以申請這個歧視 如果我是一個長頸鹿的話 正 我又大隻 但你吃不到我 哈哈 我頭不斷搖 為什麼要我頭不斷搖 你吹我不脹 那我心想 這個 這個食 這個品種 加上一些抗 就是酒飲 酒飲 很亢奮 譬如你豬 牛 雞 鴨 羊 羊 有些地方吃兔的 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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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所認知的 是 只不過我們人類 歷史以來 慣性 就是傾向吃這些東西 而不是說 那樣東西就是永恆的一個定律 以前的人 你現在覺得吃狗肉好像很不人道 但是吃狗肉 當然我不是在支持玉林哲那些 但是吃狗肉本身不是一件很反自然的事 狗肉和普通的牛肉我這樣看 我們反對的是什麼呢 就好像做一個武士一樣 你狠狠地一刀治他命死了 你才怎麼劏一條絲呢? 你不要在他這麼痛苦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大家都是蜜藏 可能你下輩也是 你不知道 不要說大家都是什麼人 那麼老套 大家都是蜜藏 那你試試別人對你 你都不要張心比己 你都是希望要死就死 刺我一個痛快 我們做武士都是因為 你狠狠一拳打死我 你厲害 你不要打到半斤地拼在鹽洗 才慢慢在撞我 很可憐 我們講的就是講這種 這種是藝綫來的 藝綫素食 好了 那我的泰國話已經說了 回來了 因為fregan fregan說了 現在說fregan fregan Freegan 說一次 Freegan OK 那fregan呢 我們簡單一點去演繹這件事 就是說什麼呢 有些過了賞味期限的食品 就是最佳食用日期 那些東西 隨意吊在垃圾桶上 因為主流社會 通常都是覺得過了print出來的日期 一定是有問題的 還有商業的角度 就說法律上是不能賣過其他東西的 唯有扔掉它 那有一幫人呢 就說 不應該這樣 那你浪費了那些不是垃圾 那些是未經食用的食物資源 那些是可用的資源 就說既然你不要了 那你放在垃圾桶就等於你放棄中 如果有這件事的權利 那不如我拿來吃吧 那有一幫人呢 就自九十年代開始呢 就很有系統地去做這個收集 分類 情報收集 煮食 有intel 叫同好來分享這些食物 那九二九之就變成一個組織 最基本的概念就是這樣 OK 那當然中間就衍生了很多專門的帖 那些稍後我們可以說 但我們說到這個位置 你覺得這件事是怎樣 你覺得 我覺得這件事其實 一來是真還寶的 因為在香港其實都有這些 大台都有做過這一方面的報道 那在香港都有一些所謂社記 所謂社記 那他們就會用一些比較低廉的價錢 去幫那些生產商 或者是一些零售商 去買那些過了上尾期限的食物 然後再便宜價 豁戶 即是不高於市價的一半 就賣出去 那這樣 那其實這件事我覺得 在環保的角度來說 是確實有助減少了資源的過度開發 剛才說的fregan就是最基本的一步 就是你怎樣拿那些東西 拿完之後又怎樣呢 那譬如有個video這樣做出來 就是訪問法國的fregan 那他們就盡量免費 不是盡量免費 盡量不消費 是 就怎樣呢 有一班人就拿些食物 或者中間那些廚師就像你這樣 去批發市場 買一些噁噁噁噁 譬如說蘋果應該是很美 很紅的 但這個 嘩這樣粒粒粒 青椒是一條紫色很美 不是青椒 那是矮瓜 矮瓜 矮瓜的紫色很美 嘩這個 這不是華 發生的那不是漂亮的 而不漂亮呢 就得多於人類 Nokia 像人類買一般富補免的 那這些無 stat的食物和人 就在批發市場上 便宜所以給這一些食物可以買 便宜了 即是說,有一些是便宜價買回來的,有一些是收集,即是收集回來的 就是一個空置了的地方,沒有人住的地方 再收集一些沒有人要的傢俬,沙波蘭餐,碗碟碟,或者有些便宜價買回來的那些 沙波蘭說有很多種類的傢俬,有些傢俬正在運動一個群組,叫一些人說,你在這裡吃飯吧 我忘記他收不收費,我不記得,可能是以物易物那些 他就說,到了有一期,法國政府要落通過,你這群人為何佔領這個地方,在這裡做個食堂 他說想搬到別的地方,保持這個運動,我覺得這件事是很值得去討論 很值得去讚的 你想一下,如果你真的不做這個步驟,但這些不是說不用得 而且他說吃過是沒有事的,這些我們不在這個節目說 如果你還停留在這些,我過了幾天就不認識那些,那你不要聽那個節目 你可以靠差你在旁邊按那些飲食頻道 那壞了的東西,有人都說的,現在那些人不用腦或身體 你判斷這些東西吃不吃都是靠數字 當然啦,男女是不公平的,由小到大 這些判斷壞不壞的東西,通常都是誰做的? 阿媽 阿爸,你媽那麼好的? 不是啦,是阿媽判斷壞不壞 但是認識阿爸 對啦,餓身嘗膽的通常都是爸爸 因為香港有一個新聞,就是早期有發表做過這些事情 我稍後會說這件新聞 那幾天就發問了一個女生,她說 那期的食物你會怎樣做? 那女生能心快直快? 然後就說,丟給爸爸吃 我也很慘 當然是給爸爸啦 天下的父母 真的很敬佩 因為我小時候也是 你也是把過期的東西訂給你爸爸? 由牛奶轉化成乳酪 即是發炒的牛奶 中間那段這麼奇怪的一個位置 我基於哪些見證人 或者誰說要丟不丟呢? 因為我小時候沒有過我判斷期的時候 我也是比較... 就是這個監控人員 還有一些水果呢 水果到差不多就會變成... 有時候你聞到好像有酒味 因為它發... 發酵 對啦 發酵到那位吃不吃得呢? 我小時候很手發的 所以我不喝酒嘛 是不是? OK 我怕把這件事給爸爸做了 也不怪他的 真的很慘 為何爸爸身體強壯 I salute you OK 說到這裏 法國就有這班人 其實這個衍生到另外一件事 其實我很想專門去講一集 是甚麼呢? 我們說裡面有很多個專業 是不同的職位 是啦 那我們略略講講 有一個叫Dumpster Diver 我第一次看這個 接觸這個名字的時候 我覺得... Dive是甚麼呢? 我記得你第一次跟我讀的時候 你讀這個字 告訴我它是叫Dumpster Driver 因為我看到了一個R字 看多了一個R字 看多了一個R字 R字就是一個Driver 我以為是有個人... 駕駛一個Dumpster 我以為是那些 我以為是那些 我有個Driver 原來是Diver 我想甚麼叫Diver 原來就是這樣 因為... 在外國的... 大型垃圾桶 差不多整個... 幾個人的... 可以藏屍的 OK 大過你的劍 如果大家... 我嘗試講一下外國垃圾桶的尺寸 如果不是在看視像版的朋友 是 大家有玩過Metal Gear 是 是 那Snake 蛇叔呢 是 又不是可以把自己的身體 藏在盒上 是 你兩個人是大小 那個垃圾桶呢 如果普通家用的那些 就是那個盒打動的兩個 一個半 你自己一個星期要定時定後 推出街的 OK 香港某些屋苑都是用這些 是 這個是最普通的 這個是普通的 普通版 普通版 再大那些 你看到那些垃圾桶 就是把那些普通版 再扔進一輛車 那輛車是一個大箱 是大箱一點的 是 那個應該大概有 我猜是否應該有20個Snake 一個盒的容量 差不多 20-30個 20-30個 那又沒有那麼誇張 十幾二十個 以一個成年人去看 他那裡是可以橫平牌 人搭人 是可以睡到五個人的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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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有些什麼呢 例如有一個Assession Grid的話 是 你跳這個信仰之日 跳到那個草燈那裡 是 Exactly 那個草燈有多大呢 三分二左右 是 差不多 所以你看一下Assession Grid 你可以知道 什麼 OK 那他也是一個 扔傷大法 那你 因為如果 沒有人 是會 願意 是 會跳進那個垃圾箱 找食物 OK 其實也是一個信仰之藥 是 要懷著很大的決心 我想一想 刺客都未必 都不肯 都夠膽 還有我衣服是白色的 還有 我衣服 我衣服 有一幫人 就夠薑 夠搭馬 夠雷 這樣 就跳進那個東西 因為是潛進去 dive dive 去找一些多餘的魚廚 不是魚廚 不是魚廚 吃食物 都不是廚 廚是廚會變壞 所以是 用一些還可以吃的食物 例如什麼呢 可能過期的罐頭 或者即場製的麵包 但是過期 嗯 水果 過期的汽水 飲料 那些 就是保證他是可以吃的 是的 保證他是可以吃的 可能肉那些他都會想過第二次 因為會壞 會壞 會壞 這些的 那這個是dumster driver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 另外一個就是hinch hiker 其實就很簡單 就不是這些 什麼freaker的東西 就是 搭順風車 不好意思 看不到他的手指 那搭順風車 為什麼都 乘入這個cat 這個cat 我講這個figure 其實只不過是 表象的一種 是 暗地裡 其實他跟這個消費主義抗衡 跟這個經濟系統抗衡 就是我決定 不消費 那你不消費 那你不消費 那你由pointA到pointB 乘坐車都要錢 對嗎 還有乘坐順風車 你可以選擇走的 是的 但是如果你的路途真的長的話 就糟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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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所以通常都 但是你不要問那些食物哪裡來的 那你以物易物 又是第二個專責部門找回來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什麼呢 另外一個我真的要查的才知道 Squ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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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Squatter是什麼 其實就是我很想說的原因 是的 就是一些 佔據了一些空置了的地方 的一班人 那你看到整件事 是不是越來越 有一個網絡性 有一個Network 你不是這麼自私 你自己會自己 譬如說 我喜歡吃罐頭 就只拿罐頭 每天都停泊 那你很悶的 沒有人喜歡你吃 還有你 你只拿罐頭是沒有用的 對 你有罐頭刀的 或者你學我們求生 用這些方法 都用力 其實很累的 是的 那有一班人去佔領 是 可不可以算佔領 用這個Terms 我怕會比較敏 在香港 確實現在用佔領這兩個字 是比較敏感的 但是 我找不到其他字 是適合這件事 暫時先說 就是Part 2 回來再說說 究竟Frigan是怎樣 Part 2 魏康 回來說這個Frigan 其實中文還沒有一個好的譯音 我們也找到一個問題 那個音譯呢 非根 非根主義 我覺得是譯得很差 完全譯不到 沒有神髓 沒有神髓 我們中文字來講 有一個 有一個 褒便的意思 你未找到一個 很中性的 一個字眼 去形容這件 因為你沒有說 撿垃圾 是 你不是說這件事 是 你不是說 很想說 撿垃圾 或者乞丐 和乞丐 其實Frigan 和乞丐 是很大的分別 我想說一說 因為Frigan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最關鍵的是什麼 Free 反經濟主義 對 反消費 其實他是 帶頭將 我要脫離這件事 對 不玩這個遊戲 對 是要說 是要說Goodbye 不是說No 還有說Donald Trump 但是 他和乞丐最大的分別是什麼 乞丐其實依然在玩那個遊戲 只不過你是Loser 你問他要不要錢 他要 他要 他為什麼不要 要不然就不會變成乞丐 這件事 最大的分別是心態 依然是心態問題 對 因為剛才我們所說的 有很多 尤其是在香港 很多人可能會和乞丐 畫上等 要撿垃圾 對 在垃圾桶找東西吃 又沒有家人要睡街 對 這些很典型的乞丐行徑 他們會叫做 這裡要說 其實我們所說的 不是鼓勵大家做乞丐 對 我們不是乞丐 是鼓勵大家小消費 快點小難度 小 小 廢 對 這樣 其實 對 對你所說 對這個社會有很多控訴 其實我覺得是很active 主動控訴 主動控訴 那時候我們在說 為何要做這一集 對 其實我有這個point 就是告訴你 香港其實有很多new age的節目 神秘的節目 經常說靈性 陽性 是 是 是 同一時間 即是無可避免地 無論如何靈性 即使你是Lama 你是什麼教徒 都好 你都要fall into這個經濟系統 是嗎 是的 他們都要租地方 教班 開course 做些東西 收費 例如做些什麼服務 他們都脫離不了這件事 問題就是 這也不是一個問題 問題是 有些人 就持住這些靈性的東西 令到自己可以多些經濟的收入 這個我又很反感 是 即是 我那時候去台灣旅行 OK 我去了一個燈會 燈會很有趣的 有台灣部 有世界部 還有一個部 你猜什麼部 什麼部 不是吉澤明 只有你才會想到這個 宗教部 宗教部 即是一個燈會 燈會就等於你香港聖誕節的燈飾 組一個圍園 全部一起放燈飾 或者擺設 即是中秋那些 元宵節燈會 元宵節是用來賞花燈的 是的 台灣部 有自己台灣的東西 例如現在十二生肖的雞年 全部都是雞 國際部 譬如說 越南又放這些東西 有沒有 我沒有看 要太逼 所以我花了很多時間在宗教部 OK 宗教部就厲害了 簡直是宗教展銷會 有些什麼 玉皇大帝 物宗 佛教 主教 還有包青天 包青天是這樣的 你看以前 可能我們小時候都沒有機會去到 我很 遺憾 虎什麼別墅 虎豹別墅 虎豹別墅 裡面有些地獄圖 是的 你想想想那些畫風的東西 OK 再加上我們現在常見到的 枝宅公仔 OK 兩隻貼在一起 OK 枝宅公仔是動不了的 是不是 OK 你想想一些很簡單的機關 所以腳頭可以左右無限動 還有手這樣動 OK 然後就全部放了一些包青天 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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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狗頭閘在前面 那個狗頭閘會不會動 我猜她沒事 我還怕有個台妹 就是跟她男朋友聊天 她說 咦 那個不是狗頭閘嗎 然後那個 不知道誰說 在哪裡在哪裡 就是明白嗎 狗頭閘會不會動 當然要留意這些事情 那你爸整件事是很誇張的 等於你去什麼呢 你去那些什麼恐怖鬼屋 坐著車 從裡面就斬頭 永遠重複 是 在包青天的時候 包青天不斷地丟掉的東西 然後隔壁展昭 那個什麼 公孫賊 公孫賊 有皇前馬漢 全部 就在那裡 胡哥仔左右搖一搖一搖 整件事是很好笑的 如果我有機會 我真的把影片放在那裡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想說的是什麼 就是裡面 有些人都是借這個機會去宣教 是 那有些東西我是不太懂的 你知道我是好奇 就問我 以這些是什麼來的 為什麼有個 不知道青面 還是黑面的某些神 我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OK 你也是在問一些台灣地道的東西 對 那他就說是一些 我不知道記得 是某一個佛教派別的神 不知道是西藏 或者什麼 OK 都不是一個問題 就算 我認識宗教 他宣揚這樣的宗教 很正常 是 不是 他跟你說什麼 他說這個東西 其實跟現在香港觀音借戶一樣 是 這個神很有錢的 你給他一點油水 你就 類似供奉他 那你就可以借錢 就放在家 就是說你會有錢 你做生意就很發達 這樣 我覺得這個不是宗教的本質 其實我想說的就是跟自由的一樣 有很多東西是很偽的 有很多東西是很虛偽的 有很多東西是很虛偽的 有偽 就是那個 偽 本質是扭曲了 就等於經濟 我們再夾題一點 經濟 換我一隻羊 我的羊 直穿我們三隻雞 然後我的羊 那個人負責做斧頭 不是吧 兩把斧頭只要我一隻羊 OK 兩把斧頭一隻羊 那一把斧頭就是多少隻雞 那隻鴨 那些無限量價格 是 那到某位置就說 不如這樣 我們做個中央的東西 fair些 有一個value 有一個媒介 不是 有一個 就是變成一個價值 是 那 理論上是這樣的 理論上 這個最簡單 但是現在變了什麼 變了衍生工具 變了期貨 那些不要說這麼複雜的東西 那些人變了 如果 如果你以物易物的時候 你的資產 你不可以 囤積得太多 對嗎 例如說 你這一季 你是負責摘生果的 你不會摘完之後 摘幾年的生果 在那裡 囤積完之後 買一包出去炒 你不能炒生果 你不能炒蘋果 你不能炒 時令東西 你賣不完 就爛了 對 就折舊了 對 就算你做畜牧 你不會 那些動物都會死的 對嗎 對 難道像劉德華 門徒那句說話嗎 就是她的女兒 不知道她不嫁人 人家不知什麼 她罵她的女兒 難道留一隻豬來煮粥嗎 對嗎 對嗎 對 但現在不是 你有錢的 錢可以囤積 然後可以以大欺小 事勢令人 開始變質了 其實 其實 我講完這個 所以 為什麼人家要做這些談話 就是我向這個扭曲的經濟系統 這個扭曲的人的道德觀 這個扭曲的社會 我說 我說 我不玩 因為你們是不對的 向金錢說不 那問題 人都要吃飯 對不對 對 那怎樣呢 就衍生了這件事 Frigan 因為 在經濟來說 我們以物易物 其實每一件物件 好像電話 或者電腦 因為 它對於每一個人的重要性 各樣東西 其實都不同 它有那樣東西 叫做相對價值 可能我其實不是太過喜歡電腦 或者我不是需要用電腦的話 電腦對於我的相對價值來說是低的 OK 但是當有金錢這件事 我好害怕 好害怕 原來是我動了它 Sorry 但是當有金錢這件事之後 那個就已經變成了一個絕對價值了 就是無論我 對於它 究竟它對我有沒有用都好 總之它就脾幾兩脾東西 還有物易刊為貴 還有當時人們對貨物的期望 就是煲炒 物易刊為貴 是正常的 但是 對於買一些人 好像我們男人來說 我不明白 為什麼買一個LV這麼貴 你都是一個袋子 其實上年的設計 和今年的設計 我都不知道換過什麼 對於我們來說 一個LV 一個拿來裝東西的包 跑車就不同了吧 對 因為升級了引擎 對 對的一樣 對於女人來說 跑車是怎樣才能言之 漂亮就行 就行 就行動 對的 用來代步 你想怎樣 當相對價值全部變成絕對價值之後 這個世界就扭曲了 相對來說 Freeman Freegan 不是Morgan 就是要把這件事變成一個相對價值 對你來說重要的 如果你覺得 其實斧頭對我來說 我有多少 我做多少 我沒有問題 這個其實跟某個運動 除了Freeman這個運動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 project 我們很久之前都說過 是不是叫project Venus 那裏面其實有說 我從這個 Economy Economy Base的這個系統 是 變成這個 Resources 是 我不是用經濟 即是那些數字 指數來維繫經濟系統 是 我要看這個資源的分配 例如你說 可能對於一個 養魚的來說 一些泥 一些黏土 對於它來說是沒有什麼價值 你要你就拿 我都不用 但是 這些泥 對於一個做陶器 或者做沙巴欖餐人來說 它很重要 它是靠泥來煉製 而同一時間 雖然你說你捉魚 但你也要吃飯 你也要用一些碟 對嗎 既然你不用那些東西 你不如給陶瓷那些人 OK 當陶瓷那些人 原來他那裡有礦場有銅 我都不懂做銅 但是 但是 你不是給一些 譬如做機械的東西 機械的東西 可以傳電 給他 現在這個世界就不是這樣玩 這個世界就是 我這個地方有貴金屬 我當然是說 這個山頭骨 是我的 然後高價賣出去 囤積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為什麼你這麼想嫁 石油王子 因為那裡有石油 你不是喜歡他 說真的 你不是喜歡那些錢 你也不喜歡那些石油 你也不喜歡那些石油 我給你一桶 你不要教我 你只需要那些錢 你只要石油來說 其實是沒有用的 沒有的 因為你不懂得提煉 對 你沒有技術 所以 resources-based economy 不要說economy 社會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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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你需要的 你就拿去用 但不是說 你可以無限地 擁有 不是說可以團職 你容易擺出來 又不是說不給你 只不過你要用的 你就再拿 可能 我作為一個攝影師 我真的要鏡頭 鏡頭需要玻璃 我做出來 不是說我家裡要20個 我就整個鬼組裝了 三小幅組裝了 不是這個意思 我這次用完 用完之後 第二個用就拿去用 那你根本不用 做那麼多鏡頭 是 因為你不是每一個攝影師 24小時都要用那個鏡頭 一套鏡頭 是可以給不同的人用的 你根本其實可以省了很多東西 其實所有東西都是 就算你現在是醫療 工具 對嗎 對 他就說 為什麼我們人 經常說自己是萬物之靈 雖然我不覺得是 雖然這樣 他也想不到 因為人有私心 馬克思都解決 不然就是人有私心 我是攝影師 不是一個問題 問題是我想要一套鏡頭 放在家裡 你明白嗎 是 就是這樣的貪念 那個虛榮心 而這個就是消費主義 經濟主義告訴我們 你只要擁有越多 你就是這個體系裡的成功者 是 大富翁的遊戲都教我們這樣 就是 越多地 越多錢就你擁有 對 你很厲害 輸就要給你租給你 你就可以 我有一天 怎樣叫輸 我沒有錢 就是輸 就是 你沒有樓你就沒有高潮 是啊 就是這些 但是 其實不是 因為現時我們知道這些事情是荒謬的 問題是 最殘酷就是 我們脫離不了這件事 暫時未找到一個很成功的方法 那為什麼 Thinness Project 有些不是成氣候 因為他說的東西是沒有錯的 但是他由這個位到那個位 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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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 Frigan是適合這個階段 我就跟你玩這件事 因為有很多事情是這樣的 譬如說 你很多跟香港人說 省電 譬如省點物資 省點資源 或者節儉點 你知道嗎 他用什麼來回答你 怎樣回答 我給了錢 我想給了錢就是你 那這些電的東西 譬如說 我很有錢我開 或者不是我給錢 譬如我公司開 開燈 我說你省電 他就說 我給了錢 那個規定就是 他把那個 省電 或者節儉的意思 扭曲了 他以為 省電 其實 隱身就是什麼 你省錢 真的 你明白我什麼意思嗎 我明白 你省電就給少一點 就是省 我意思不是你省 省錢 我今天講的很禮貌 就是撞你的臭街 不是說你省錢 是你浪費資源 你消耗地球資源 阿姐 就是你明白這件事 其實是很敏省的 但是你要明白 如果你不用省錢 這個點 現在那些人 不是不明白的 他就算明白也好 他不會做的 關我什麼事 其實 你不撈到那些肉 是不太痛的 是的 其實很值得去 蓋這些人一巴掌 就是Batman和羅賓 最好就是蓋這些人 那你有很多個羅賓 這個世界 不夠Batman 不夠Batman用 對 那Fregan 其實就是 我覺得是 最貼地做這件事的人 而表面上 他是最難生難世 最辣辣辣 你覺得這些人 廢青 不上班 撿別人的口水尾 那些叫什麼 主動辭職 自願性失業 自願性失業 其實聽起來 就是 用現在社會的那把尺 是一件自我放棄的行為 跟輪功屋一樣 就是怎樣 就是你不上班 不上班就是廢青 是的 但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就是說 他不是說 不上班 然後就這樣放屁 其實他是很Active 肯 在給你大膽很多的情況之下 實行 他覺得這個社會 應該是怎樣做的 意思 他不上班 不代表 即 其實你上班 是等於玩你那個遊戲 其實你經常說 香港 為什麼沒有人站出來支持 香港為什麼沒有人敢這樣這樣 香港為什麼政府搞成這樣 就是你上班 你是納稅 你是學生 你是主婦 你是老人家 同一時的 你不是在做這件事 因為你不站出來插 你自己的 你經常說 那些蝗蟲 北面來的國家 那些人 經常在弄到香港 烏梨丹多 你不去聲音 在那個人插你 對於這麼簡單 你不抓他 你不罵他 你就由他做 你不是在隱身那些事情發生的事 其實每個人都做 好像藝康那樣麻煩的人 什麼都要打破 打破 什麼都要插的時候 根本沒有人 那些人會嫌我犯 其實你已經半贏了 你又變成不戰而勝 為什麼蝗蟲 為什麼北面的人會贏 就是因為他們不戰而勝 如果你覺得吵 你就走 非戰之罪 香港人 你去外國見到蝗蟲 就自從走 你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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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避便坐 連燈都關掉了 真的 真的 連他都輕輕的 那我們繼續說 不要說燈 回來 我可以令到他沒那麼興 我舒緩了他 那Frigan怎樣 Frigan裡面有一個主意 或者有一個宗旨 我覺得他講得不錯 就是物質的存在目的 不是讓我們擁有 而是讓我們使用 所以其實隱身袋一個點 其實我覺得 教育也是 有很多人不想嫁人 不想上班 就去讀書 其實我覺得都是消費 消耗地球之源 因為有很多人更加想讀那個課程 是 因為他很有心 在那個課程上 學習 然後打算做那一行 都算是貢獻社會 是 就因為你這傢伙 不想嫁人 是 對 對 然後就有一個真的需要 或者真的想讀 master的人 沒有得讀 你想想想 你是在押這些位置 我覺得是真的 很多這些 浪費了資源 還有我有時候 都跟一些人這樣談 是 我常常 我很喜歡 說共用這件事 就是我有這些 你需要的 就用我的東西 我借給你 那不需要大家都買 同一樣的東西 是 是 有一次我跟別人說 他在吵 他說 你為什麼不買多一個 我心想 我們又不是兩個人一起用 住在一起 這裡有一個 我用你用 很開心 我有一份價錢 付一份價錢 兩個人都用 是 為什麼要兩個人買兩份 又不是 其中一個會控制 這些都是消費地獄資源 是 我覺得 你覺得 我這樣想到 好像很 很縮索 但是 這個世界 如果大家不接劍用 其實 支援很快 因為其實 我們這幾代 這三代 真的太過 幸運 他不知道 其實支援是一些 很容易用的 很快消耗 很緣 很緣 我常常說 為什麼要學求生 很簡單 你常說 要什麼儲存食 要什麼 怕香港打仗所 我現在還收到這個訊息 你還收到這些投訴 特朗普 你那段 不是說香港可能發生大戰 對 那些人還說 我們瘋人說 你們開始亂說 我心想怎麼亂說呢 事情都還沒發生 你就知道我亂說 對 如果我亂說的話 推測就亂說 醫生說話也亂說 對不對 對 你又沒死 你又怎麼知道我會死 你突然間好像很有道理 那些人說 根據這個可能性 如果你什麼都不做 你很可能會死 對 對 你生cancer 那些人是不會馬上死的 我知道他有五個月的命 只要說他有五個月的命 只要我基於這些數據 我推測 然後我的專業 你有五個月 你不醫的我還沒死 那些人說夢 他還沒死 我鬼不知道他還沒死 否則他還沒死 這班人 這班人 這個概念上面 已經搞到亂了 對 問題是說 為什麼要帶人去求生 就是當你 譬如我試一下 不要那麼複雜 玩個開心一點的遊戲 大家去長洲縮營 拿兩碗麵 即兩包公仔麵 給你一瓶蒸餾水 什麼都沒有 五個月 當是玩遊戲 把你整班人在門後面 出不了你 三天 三天 兩個公仔麵 一瓶蒸餾水 晚上只有兩個小時有電 你跟我搞定 很簡單 這個就是資源 當你去到那個景點 就知道 對呀 為什麼我不自己 灑一些朱古力糖 在袋子裡 或者為什麼我吃不完 你開始想 為什麼我吃不完 還有 當你有一吃的時候 沒有一吃 對呀 最大惡極 為什麼你總是 總是覺得 你說完這些東西的時候 都去了第二個節目 不要管 什麼人想事 不是說什麼 對呀 Floid didn't sleep 那 即是你 在這些安穩的情況之下 你當然說 不需要做到這樣的 你每次去一個派對 每次都吃不完 等的 你去到什麼聚會 都留下大量的交叉 啊 大量的調味料 你去到哪裡都是 你可不可以 Pantry有一大堆 好像是 是吧 每次開P 都吃不完 每次去飯局都吃不完 每次去飯局都吃不完 都是扔的 就是想想想 當你笑這些Fregan 骯髒 哇 有沒有搞錯啊 這樣的時候 你想想 當真的沒有資源的時候 哪些人最會去找資源 一場的司拉 我們剛才只能說過 是 所以為什麼我們經常說Fregan 就是說 Fregan 我想想 以前 我們還沒做節目的時候 我就覺得 求你講個 topic 其實不是的 你那些神秘學 衍生到new age 衍生到人要揚升 就是想這個荒謬說什麼 逃離人類荒謬 又說這個反經濟 就是說民生的東西 又說到什麼 以後資源不足 要求生 說那麼多 此上談兵 好像有一群人 這些東西都沒有 但完全解決了一個 perfect solution 他為你們找到一個 很完美的方法 去應付你們 不要說求生那麼慘 不要說我路面 認識多少 new age 你給我找食物 你知道哪裡去找食物 他知道 找完之後 你給我怎樣煮 他知道 怎樣散播消息 怎樣那群人 他知道 怎樣去那個地方 怎樣去那個地方 我可以在不租屋的情況之下 緊急找個地方 躲起來 他知道 怎樣清理這間屋 他知道 怎樣清理食物 怎樣有限的資源 即是火的資源 OK 你怎樣處理 由不能吃 或者生的時候 到熟 他知道 這是勁人 你想想想想 所以我一開始第一節 都說這個是專業求生者 professional 已經不是實方者 對 究竟一步 不是scavengers 對 已經不是scavenger 因為其實 他講到有些hitchhiker 其實這幾個角色是overlap在一起的 是 是 在hitchhiker 未找到車的時候 他都是徒步走 是 未找到垃圾桶 讓他們一dive的時候 他都是到處走 他都是求生 是 有些人說過 我知道去哪裡清潔 例如河 湖泊 知道河是否危險 之類 他知道 他說的 他說外國 走到野生 哪些吃得 哪些不吃得 他又知道 這樣就真的 這個 很重要 求生主要找shelter 什麼water shelter food 他又知道 基本上都已經齊了 基本上其實 你以為大家在走兩飯 誰知道原來是同道中人 誰知道是同一飯 誰知道是同一飯 一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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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整件事都通了 你想想 又是 你這幫人是 不可以看笑的 當然人們被你嘻哈 就是我來做求生 都被你笑的 情況之下 這幫人 怎會得到社會的尊重 你以為其實是很sade 有時候人類是荒謬的 因為在英國都已經有統計 就是在這裏說一下 說一下這個社會有多麼荒謬 為何會有fregan這件事 可以慢慢越來越大 在英國 單單在英國 沒有家裡的 無家可歸的人 有大概數萬人 不夠十萬左右 但是 但是 同樣在英國 層樓有人名 但是沒有人住的 是百多萬個單位 中東富豪 金國富豪 其實 你把那幾萬個無家可歸的人 其實他們不是無家可歸 你不要說英國 貼離地 不是 貼回地 說回香港 貼回香港大土地 某某豪宅 某某豪宅 什麼風那些 不知道 以前是軍營 九七 英軍走了 拆來建了一個很漂亮的 XXX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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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回來是炒的 或者將一些 在他強大的國家裡面 拿回來 不見得光的錢 就借用物業來保值 或者 這件事就乾淨了 加上市值 我又賺了 就是說 其實那個地方 因為我有些朋友住在那個旁邊 他說我天天就住這裡 我就晚上看著那個山 你看看一個這樣的地方 這麼大 設計這麼好的屋 是 晚上沒什麼人住 烏燈黑火 你看到 你看到 因為以前經常說 什麼 比如說公屋 以前的山寨 那些什麼 寮屋區 那些 用四個字形容的 萬家燈火 就是晚上全部人住 那個地方 只是倉 真的住人不多 香港也是 放空氣的 還有你想想 在一些 比如說以前比較 草根小小的區 裡面 是 例如 以前 那些人沒有什麼錢 就住那裡 好聽些說社區重建 喂 社區重建 重建之後 你要用錢買回來 有市值 那些 平時 上一代那些人 哪有錢買回來 對 我掉了 今天他住在哪裡 對 你想想 那 這就是經濟荒謬的事 就是說 有很多人餓到死 都沒有東西吃 是 那時候有些東西賣不出 要扔 要扔 而香港也發生過的 就是因為我不給這些 沒有錢 買東西吃的人吃到 是 我要在食物上 倒一些雙樣水 令到食物不能吃 喂 這其實是很節奏 是 是 是 那時候 其實我也犯了這個錯誤 我都開始去想一想 有一次我吃一些比較便宜的壽司店 不是什麼將軍開的 OK 吃完之後我問我朋友一起在這裡吃 他說 不吃了這間 我說為什麼 他說 就是這間壽司 都很便宜的 但是他吃不完 晚上就會倒一些雙樣水 才扔 他說 覺得這些事好像多 OK 不應該助長這件事 就不去霸食這間店 當然 其實我也在想 因為其實我 有時都會去吃 我會想想 對 你才是要反思一下你的人生 還有一些麵包店也是 麵包店也是 麵包店也是 熟食店 也是 他寧願 不讓你吃 他把他丟掉 丟掉完之後 還要忘記 做什麼 因為我以前有個朋友 是做麵包店的 他也跟我們說 快要下班了 有什麼包你喜歡的 你拿走 我們賣數而已 沒有所謂 因為到最後 那些師傅 都把他丟掉 然後 哇 其實他每天的麵包店 售剩下的麵包 是不少的 是啊 還有你想想 還有很多 例如說 公共食堂 不要說公共食堂 例如說 醫院飯 是 現在的小孩子 小學生 那些午餐 是一些 是一些 食品公司 批判出來做 是 大字頭 其實呢 那些學生 一種吃不少很多 其實都很浪費 是浪費的 是浪費的 還有 很慘的 我有一次去吃自我餐 都是 我看著那些自我餐 如果過了午餐或者晚餐 是 其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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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 香港也有幾個新聞 你記不記得嗎 有 但是我們時間不夠了 所以下一節回來 告訴你香港有什麼新聞 毅康第三節 講 毅康今天很痛 毅康今天很痛 天氣很潮濕 你是那些 西瓜很去濕那些 是 剛才就講到 香港也有很多 浪費食物的新聞 是 出過幾宗的 很多 我跟這些 有一宗 應該是去年 兩個月之前 16年12月 月底 某個地方 如果沒有記憶 是鴨利洲 其實鴨利洲不大的 大型垃圾站 都是只有一個 它丟了幾板 數量都幾多的可樂 可樂 有很多不同的液體食物 果醬 可樂 果汁 等等 有些人去拿 我純粹陳述事實 什麼都不說 下一宗 這間 應該是近期 就是今個月 2017年2月4日 在屯門的垃圾站 某些 陳洛南的大佬叫什麼 大佬B 大佬B 他就說 這些可能是水貨 說完了 那就是說什麼 不是航空貨 就不X你了 這個就是商業 這麼實際 不是我的事 我們來做X 不關我事 不關我事 這些可能是水貨 水貨就是什麼 就是不經我們去 就是不關我事 其實很荒謬 有一件事不荒謬 大家都說速度快 不知道 過半兩個小時 那些不要的物資 就被人拿走了 那畫面就拍到很邪趣 有些獸仔和媽媽來 大家捧 捧了多少人 對 媽媽和小孩都不邪趣 我覺得最邪趣 有一個很搞笑 就是自己拖劫 放進劫獨 其實都合理 正常 起碼你跑的時候 這個都學過球星 你跑的時候 起碼駕得穩一點 另外一個厲害 那個最邪趣 就是有一架遁斜 有美版的遁斜 拿著他自己的直斜 整版直走 我做一個很粗略的 當作編劇家的想法 做一個比較邪趣的故事 這個是古宅休 我作 以下我說的故事 如有類同神屬不幸 就是那個貨車老司機 幫那些公司 扔下這些貨 我帶電話給公司 說 我幫你扔了 這件工作搞定了 搞定了 那就是說什麼 現在這個身份 我就是貨車老 我不是幫你公司做的 貨車R 幫我斷斷斷 然後把車拖一扔進來 來到那邊 這些貨你不要 我和你運貨 我做什麼事 你不干涉我 我已經放下了這把貨 OK Drop done 就是這把貨還這把貨 我還我 我跟他沒關係 公司還公司 然後我的貨車 R 把這把貨 剷回我的貨車 接走 完 但是一板大老B薯條 那裡都不少東西 不要說錢 你肯分配來食用的話 我想問那些貨車老 看那些什麼 英超 我說 你拖走一板 我擔保你 我擔保你 起碼五個球櫃 你不需要去酒吧 起碼你英超 起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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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啊哈 那你也要賣個廣告 我的心是和貨車老共存亡的 OK 是 OK 香港 你很少會聽到 這些消息 起碼 其實我們看到新聞的時候 我們才知道 我看回新聞 這單新聞 因為是一個page 一個group的人 在facebook 是 報料給報館知道 是 報料 報館才知道 是 那個page的人 專門做些 如果你們有什麼食物是不要的 不是囤職 不是囤職 就是個商品 是 你聯絡我 我過來收 就會 做這些收集的活動 以及會使用這些食物 我覺得也是一件好事 起碼香港有這些group的人 其實有機會 我很想找他們做訪問 做個訪問 重口王子 做不到的 就是軍糧 就是 煮食和糧食 都是我經常去想的 其實我在想 食物不吃就太浪費 如果可以吃到 就最好 即是如何把軍糧脆味化 不是 如何可以把多餘的食物 變成軍糧 不是 因為你平時逃回來的軍糧 是 是 我不夠 這麼說話 但是不會美美得去哪裡 其實是不差的 可以的了 可以的了 即是 怎樣可以把這件事 因為 他們那個page 當然你可以說 如果我不要那些東西我給你 那你就不用錢買東西吃 你就很賺 是的 所以你買這個回饋 回饋還是回舌 我忘記這個名字 回饋 會回饋回這個社會的 你拿20罐套物 即是你拿20罐套物出來 喂 你不斷拍嗎 你會算到過告的 那 如果有個人 譬如 你收了20罐套物回來 是你不用錢吃東西的 你不煮 如果有個人過來 我又不收了錢 我又不買食材 但我付了幫主 那有班人付入泡沫 有班人負責吃 那吃的都要付出 那當然 那整件事很合理的 還有 就算他 終於這個cycling也好 如果你覺得 你這樣給別人 你是虧的話 我公理一點 那你不要虧給別人 你自己吃完他 當你吵得多 你自己就會停 你買了10包大佬套 你不會再買11包 你就已經開始去減少了那個製造 那製造 還有你又開始看這個火頭製昆布 對 怎樣 薯片 撈飯 很美麗 爆炸 升天 對 其實你說這個 都是有效 手不先 如果你要這個 怎樣說呢 你想這個 cycle 停止 你加入這個一份子 對 剛剛 這個是最重要的 我覺得 當你到去 停 這個 多一個人 去減少浪費 其實我們現在說的 只不過是 這麼多 資源裡面 其中一小份 叫做食物 對 還有其他資源 比如說 你是做辦公室 還是教育界 其實你知不知道 你浪費很多 紙張 紙張 文具 電腦 牽涉到電力 這些 還有一些 有毒金屬 其實各行各業 都浪費很多東西 到最後 其實這件事 其實不只是 減少浪費 這麼簡單 其實減少資源 其實航空界 也是 我看過有個報章 有個大陸人 忘了做什麼事 心規 想回到機場 去找到 借助到病 OK 不知道怎樣 總之就是 那人 人家出於好心說有病 那飛機截反 整機人 因為這個病人 犧牲自己的 旅程的準確度 讓你回去機場 打算接受資料 其實中間犧牲了很多 大家的時間 還有什麼 基於某些法例 原來是這樣的 基於法例 法例很慘 那些崗油要先倒掉 基於某些特別的法例 那些崗油要先倒掉 即是要再去refill 其實裡面牽涉很多 可控法例 牽涉很多事情很複雜 對 尖略崗油是作假的 除了你是黑人爭之外 你是真的有浪費資源 浪費時間 如果你說到燃油 那就不只是浪費這麼簡單 這件事是在污染地球 所以你想想 做一個飛機燃油 你知道浪費了多少的原油 即石油的原油 因為要精煉很多 要提煉 那些事情 即是大家去想想這些 還有最後要說 這個其實我覺得是由 即是你很激烈地去打政府 其實這個我覺得是最溫和的 一個怎樣去脫離現在的這個困境 即是你政治又被人綁到死死的 都沒有辦法的 你的經濟又被人綁到死死的 即是你上班、供樓、債 其實很債 衍生到你的春袋 或者你下面都被人綁到死死的 被人捏住你的春袋 即是被人死死的 那你是不是很死的 下面有這麼痛的男人最痛是這種 那我覺得這班人在沒有犯法的情況之下 沒有影響到其他人的情況之下 而且還幫你 是 是不是應該值得去宣揚一下 即是我會這樣看這件事 是 因為其實最後 你會覺得整件事很共產 是 對 對 你講講 因為其實最原始的共產就是 資源共享 是的 是的 不讓你斷職 將任何東西都公共化 而不能私有化 是 那這件事其實 你再看回來 只是我們剛才說的食物 這麼簡單 都已經說了這麼多了 都已經說了這麼多 其實有很多東西 其實不只食物 其他資源 其實都可以共享 那其中 有一件事 我覺得 需要講一講的 像你所說,男人最痛是者腫,在香港,哇,我講一講,大哥,對不起,我本來想講的就是上班的問題 這個很重要,因為剛才我們說過freegun,其實是反很多東西的 反消費主義,消費主義其實是經濟主義下面的一個最主要的產品,就是你消費,你消費,你才覺得不夠錢用 你不夠錢用,在你不想偷騙怪變的情況下,你想多賺點錢,你賺多點錢,你成功了,是不是要獎勵自己 就繼續消費,你沒有錢就去大嶼山,就是這樣的,跟黃小虎打江山的那個flow是一樣的 跟大智慧踢足球佔領世界是一樣的,首先你沒有錢,自己的地方去旅行,大嶼山,長洲,有錢了,你就去旁邊的島,北面那些 你去台灣嗎?我去冰島,就是這樣的 你去日本看雪嗎?我去隔壁蘭,哪裏冷一點,哎呦 那你要去隔壁蘭,你去冰島是不是要多點錢? 多點水腳,你上班是不是要上的勁一點,行一點 春袋就痛一點 那你行一點,春袋是不是持得更緊一點?再緊一點 但是為了錢份上,在工作上一些不太人道,不太道德的東西 你是不是一聲吐了它,不管,努力賺錢就算,做好自己就算 是不是那些人在前面佔領,阻礙你上班,你就會去寫post,去罵他們 這個loop就是這樣 這個loop 對不對? 所以其實裏面說過的島嶼的一點 第一步是反消費 第二步其實是想和經濟抗衡 沒錯 從而想美化這個環境 不像種一棵花那麼簡單 在外國的地方,大些地方 你綠化社會,你自己種一些東西吃得 那起碼你連free的人都不用free 起碼我那塊地少了 我可以拿少兩人 或者四人份量的東西都好 每個地方都少四人 那條線是很耐用的 是不是? 每個地方都做多一點 好啦,那到一件事就很爭議性了 喜歡的人很喜歡 不喜歡的人就怪你廢青 就說不工作 因為你不需要消費 所以你可以選擇不再工作 是的,他的意思是說 應該這樣說 這個terms很容易令人誤解 不工作是懶人 社會寄生床,廢青 不斷出現 但問題是說 他的不工作不是說不工作那麼簡單 他說是不回一些拿身水的工作 但他同一時間做事 他的知識 或者他對地球的貢獻程度 多於你這班 隨口說 當被吸 天天坐在辦公室的這班人 是 因為他只是不回那些 要拿身水的工作 不等於他 停止他的productivity 是啊 他還可以說 我不上班 起碼我有多一點的時間 他的principle就是這樣 你上班 你英文有很多理由是這樣說的 是 叫什麼 bring home the bacon 還有pay the bill 什麼叫bring home the bacon 你拿個煙肉回家 為什麼要拿煙肉回家 給你家 給你兒女吃 我們要吃飯 中文那句 是 賺吃 OK 那他有沒有pay the bill 就是說 情人不會寄信給你的 是 那些電燈公司 銀行 那些 就是一大堆 就是你銀行 就是你一開信箱 都是全部的 bill 來的 電話費 電費 交稅 問題就是 我要交這些帳單 所以我要上班 是 邏輯很簡單 當天我不用要電話 我不租屋 我不需要用電 我不需要用電 我根本沒有用電 我沒有用電 我根本沒有用電 我沒有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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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又不消費 我又不需要用錢 那我為什麼要上班 我就是 實實在在的 真韻食 是 真韻食 當你是一個 你反而上班是一件 很奢侈的事 不是奢侈的 是一件很無謂的事 不是 因為 你浪費了你自己去 去賺食 去煮食的時間 去賺一份 對你來說 完全沒有意義的工 是啊 你說多麼奢侈 這件事 你想想 他真的是真賺食 是啊 就是賺食物 煮食 shelter 搞定 理論上 現在這個夜靜路 不是的 你穿一件普通 兩百元衣服 人家穿二千元衣服 這才厲害 是不是 你電話用得 為什麼你還要用這麼舊的呢 為什麼不買一部水果 好 7 那些 其實社會不斷引誘你 不停製造消費假象 行心 還有有一班人 可以這樣 自從你搞 其實他們是慢慢抗衡 比較重要的事情 是 我覺得其實是對的 其實香港 又不會說沒有這些人的 很少 很難搞 起碼是我們剛才說的那些 page的人 雖然他們都是盡他們的力量 去出一分力 去停止那個cycling 但是 無奈何地 始終我都不夠膽 即是他們都不夠膽不上班 其實 暫時沒有這個膽量 其實我都很想趁最後十分鐘說這些事情 其實我為什麼要說這個topic 其實我心裡有一團火 不上班的火 一來 有誰不是 你回答我 上大有個新的鯉魚 不是鯉魚 不是鯉魚 如果誰笑這些不想上班的人的話 而你自己又不是這樣想的話 你用石頭扔它 對吧 對吧 你笑我 對吧 OK 那你做了我那份 你肯不肯 你又不肯 對吧 你不是很喜歡上班 其他人又不是 那你就是 你罵什麼人 對吧 上帝也有說過 不過還不是上帝 你知道嗎 是耶穌而已 我說錯 耶穌說過 這裡哪個大家真的很想上班的 就可以在石頭扔你不想上班的人 我說的 連耶穌都不敢拿去一粒石頭 對 大家知道什麼事 大家知道什麼事 先來一題 你覺得太開心 你知道我多虔誠 一定是 我們講到哪裡 這個不上班 其實我心裡很想香港都有這些組織 我不介意想搞的 這些其實是正路 其實你 坦白說香港 堆田區的空間越來越少 是 為什麼不在堆田區之前 有些可以用的東西 吃了它 用了它 是 你不是說偷事 喂 你說是垃圾 你說 記住是你說 那你放進去堆田區 我不是在商品架那裡拿 是 我在垃圾區拿 你不要管我怎樣難生難世 你不要管 其實整件事是活動的 其實我有我的生活 你有你的忙碌而已 對 很老闆 大家如果一天在街上見面的話 你就不要說我烏身難世 對不對 對 我覺得是 我看一下有沒有什麼機會 其實大家 聽完這集之後 可能今天是比較多一些 討論性的 這個節目 就不是說很資訊性的 其實資訊呢 我也是這樣看的 現在這個社會這麼發達 通訊 資訊山濫 只要他們有心找 聽眾們 或者觀眾們有心找 其實資訊他們不會找不到 只是 有沒有人去 啃著那團火 我誇回聽NPV的聽眾 所以我覺得 是不是我們應該 除了搞妄罪 要搞這個垃圾集考察 或者做這些活動 我們都不要做 我們都不要空想 當然 做 那不是說你 一來就知道哪裏有得 一來就什麼 就開個小小的群組 其實都是求生的一種 其實都是求生班的一種 尋找資源 或者我們可以搞個 你不要說求生班那麼誇張 我們搞個 廢食小聚會 對 把你的臨過期的東西拿出來 對 給我們 OK 我們軍糧揭就會大顯自己的軍糧廚藝 我們做一個迷彩廚神 哈哈 吃到你溫溫彈 我覺得大家可以盡一分力去做這件事 由最少最少你可以走一步 對 我知道大家不夠膽不上班 我明白的 我們現在不是叫人家不上班 是 住 我是叫人家說 是不是真的 我們經常看人家說 喂 因為你都會暗爽 人家拿成車 成餅可樂回家 你不想嗎 還有大家真的要分享 大家真的要分享 如果有這些渠道會通知到 剛才蠍子在看那條片的時候 都已經很羨慕 為什麼他們可以這麼快知道 先 問問說 你都要給一些 懂得運用這些資源的人 對 你不要給那些北面的國家 一定過來 又是想拿回去大陸 又再放的 或者 我們不想你拿來再賣成 我們不是要把這件事 upcycle去做錢 對 我們做一個小的community 譬如說 真的 當你 那一個星期 家裡的 不要先說主要的糧食 家裡的零食 零食 零食 或者什麼東西 可以在一個群組裡 拿錢 拿回來 但問題是 你要付出 你就是那個 diver 大家是一個diver 或者你不需要做dumpster 或者你不是diver 或者你是一個貨車人 你有車的 對 你不是運送一齊 一齊 我們負責 拿你就負責 車 大家一起負責 吃 對 那我 OK 但不需要做dumpster diver 你做kitchen diver 都夠了 你kitchen cook 都可以 其實 我的意思是 由最小最小最小 也是最貼身最貼身的食 開始 之後 其實可以 之後人生的力量 可能會很大 你不知道 你一個人做 就有另一個人知道你這樣做 難道你不想 妄罪的時候 做的東西可以拿回家 是不是很簡單 但你又不想 那些人經常叫我開求生班 求生班 但其實我 其實我還沒頂到一個大方向 是 究竟 市民真正需要的知識 或者實習的東西 是什麼 這個時候都是很 很practical 很實用的 還有不要經常說求生班 求生班那麼嚴重 對呀 或者是那些傻佬 對呀 我們輕厚一點 先 怎樣可以在很低調的情況之下 可以在別人課工不要的地方拿些東西 如何霸氣地取走垃圾都已經很厲害了 嘩 這個真的要反覆練習 我都試過一兩次 霸氣地 但就不是食物來的 OK 是一些 我不知道是什麼店 應該是賣衣服的店 或者是一些 我不知道 深水埗 OK 放下了一些他不要的東西 那他放下了 夜晚一晚 我就拿回家 沒事 還不行 OK Very good 這樣 但如何霸氣地 這個是很重要的 你也是夜晚的 你不會有八天 你店裡正在開 還有 我們唯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 其實真的可不可以說服到一些 我相信是不會的 我覺得這個希望是小 但我還是要說出來 不說不行 不透不快 不要那麼節奪 不要倒雙水在食物上 其實香港這個社會 是可以雙贏的 對 我當你噁心一點 你把東西弄到它亂了 才放進去 不就噁心 對 但實際上 有另一種東西叫散壽司飯 就是散壽司 日文什麼叫散壽司 就是我們香港人說的壽司飯 對 這件事的意思 其實有些人 你就是把那些飯 就是做爛了壽司 你就是拿出來 鋪回平 將那些 逐一逐一放進去 就是你做人不要那麼節奪 那些麵包 你就可以做到他爛爛的 別人可以做出來再做 還有 為什麼你都不要了 為什麼你不可以讓別人要呢 對 但是不明白這個 其實不明白這個是什麼思想 我要輸 我也不可以讓你贏 你想想其實 日本的一些流浪漢 其實都是這種人 他們已經知道幾時幾日 便利電話施設廠 或者食物店鋪在哪裏 會扔些東西 日本好些 因為日本 真的會把所有垃圾 都分類 總之你逢星期幾 是扔些什麼 那個timetable 你會知道 你會知道 但是香港不會 所以說到這裏 廢話就不多說了 還有什麼需要說的呢 最後一個 都只剩下幾分鐘 我覺得在香港要推行這個 Frigan 有一定的難度 因為 好了 我們可以解決到 衣食行的問題 住美國 住在香港 真的很難解決 不如我們稍後再講 逆權侵佔 這個法律問題 逆權侵佔是一個法例 我可以請我朋友來講 他很熟 很熟這個逆權侵佔的法例 對 香港唯一一條法例 可以讓你合法佔領 就叫逆權侵佔 我們說的不是這些 法律的法例 我們說的是 好像在外國 不如這樣 先說引字 我覺得很多荒廢的地方 是沒有人住 同一時間有很多流浪漢 同一時間有很多 是想 不想在這個經濟系統裡 玩的一班人 當這些幾樣東西 群組合一齊的時候 就警察一件事 就是說有一班人 就在一個地方 自給自足 亦都是我們之前說過 堅定地公社 其實那個電影 不是那樣東西 就是我用這個 但是它的內容是說 是公社 它的設定是說這些 有機會可能 講公社 又或者真的 那個page搞了整個 如果真的可以搞fregan 或者是小fregan 小fregan 半fregan 我們去試一下 再談這題目 好嗎 好 今天就 完了我們 其實今天就不是說 什麼好神秘學 不是說很資訊性的 沒有new age 沒有資訊性 但是我覺得 絕對貼地 絕對應勢 如果你喜歡 你喜歡接收free age new age資訊 糟糕了 我覺得大家都 希望找到一個方法 可以改革這個社會 還有實用 你說到那麼多 一個可行的方法 神的東西 貼地些 我明天吃飯 怎樣 在一個不需要犯法的情況之下 都可以扭轉這個局面 好了 艾康 今天就到這裡 希望下一集回來 再跟大家說一些大家喜歡的 topic 還有希望多些支持我們 like我們多些 like and subscribe 有什麼comment 隨意跟我們說 想我們做這個節目跟我們說 是 T-shirt 真的都開始製造了 大家想有什麼設計 如果大家想 有什麼idea 可以提供給我們 大家都可以給我 如果大家真的想要一件 I love 蠍子王的T-shirt 大家請聯絡它 沒有的 今天就這樣 今天就這樣 下一集再回來和大家見面 拜拜